中世纪的女人有多脏 那时贵族相信用尿水刷牙能拥有一口大白牙 当时最受欢迎的尿是进口的 以浓度最大而闻名的葡萄牙人尿为上甲 当时贵族们也非常享受惯常 曾有人记录国王路易十四接见自己时正在惯常 法国伯根迪公爵夫人曾让仆人当着国王的面 钻到他裙子下面来进行惯常 但是有的方面呢就不太热衷了 比如洗澡 有一段时间洗个澡被当作酷刑和医疗手段 据记载伊丽莎白衣士曾经一个月洗一次澡被批判 女王背弃了上帝国家迟早会因此灭亡 但是常念不洗实在太臭啊 因此潜心研究香囊香水 但依旧很难周二 因为高发剂十分受欢迎 为了让发型固定会涂抹一些猪油再铺面粉 就这样甚至几周都不洗头 所以一位贵妇的头上除了味道 可能生存着各种狮子呀虫子 晚上甚至能招来老鼠 只要人钱又哑就行了 谁管背后呢 而且一吃饭还不都是上手抓 伊莎贝拉王后用餐很讲究 刀是用来装饰的 叉是用来吃糖的 勺是用来喝汤的 只有手才是用来夹菜的 贵族用三只手指 只让指尖沾到汤汁 得体的抓法呢 是损悉掉指尖的汤汁 一捉人缩拉手指头 场面想想就很优雅呀